大家好 我又买花了 这是本周的第二个订单 又超值了 给大家看看我买了什么花 先看第一个 这个应该是一个万代兰的小苗 这是我的第一颗万代兰 这是万代兰的名字 之所以买小苗是因为便宜 再看看第二个花 这是一颗原生种的蝴蝶兰 虽然它很小在五厘米的小盆里 但是它有一个花苞 我觉得这个买的特别值 因为这个的价钱跟买其他原生种蝴蝶兰的小苗的价钱差不多 它是带花的 特别开心 不像其他的蝴蝶兰的小苗 我还得等一两年 这个应该等不了多久我就能看到花 这是它的名字 是一个原生种 那有两个新根在长 一个 两个 很健康的 叶子也很厚 这个花茎很可爱 应该只是一个花苞 原生种蝴蝶兰都是有虚花性的 这个花茎能剪掉 它会不断的在这一个花茎上连续开花 再看看第三个 这是一颗卡特兰 是我的第一株卡特兰 是我的第一株卡特兰 也是一个小苗 它叫Wing of Fire 火翅膀 看图片它的花非常的艳丽 很开心 这是我的第一颗卡特兰 还有一颗 曼黛兰 虽然小 但是终于拥有了不同的品种 现在给这几盆兰花换盆 这颗卡特兰 它的根长特别好 而且几乎都长满盆了 我想它需要一个稍微大一点的盆了 那这颗蝴蝶兰 它是种在水苔里的 非常紧的塞到了一个小盆里 我把那个小塑料盆 给剪开了 才把这个蝶花拿出来 你看它的水苔特别紧 造成它里面这个根 特别容易腐烂 就最里面这个根 看都烂掉了 这就是我不喜欢水苔的原因 水苔包裹的特别紧 即使外面你觉得干了 但是里面还是湿的 这样不断的浇水 它里面的根一直泡在水里 很容易腐烂 现在这三颗都已经换好盆了 都换成了大一点的透明的塑料盆 期待中间的这颗蝴蝶兰 快快开花 谢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